大家好,歡迎收看行車紀錄區 我是廖剛 現在看到的車子就是納智傑的NG Turbo EcoHyper的車型 去年4月、上個月還有這次是第三次試駕這部車了 所以這次一定就是廣邊了 置入其實不是的 是因為上一次試駕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的大三排、小三排的講解有錯誤 以至於整個車型的價位也有錯誤 第二個就是去年4月宜程有示範過這部車的後面第三排的空間 所以上次試駕我們就沒有再重複示範了 因為這兩部車事實上裡面的規格、長相都是一樣的 可是還是有很多朋友他很希望我們能夠示範第三排的空間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把車子借出來 再來示範第三排的空間 還有告訴你大三排、小三排差在哪裡 接下來請看我們的後座空間的示範 現在我來到第二排 第二排呢 我前面駕駛座姿是依照我的身高172公分 調整好了以後呢 你可以看到我第二排留的空間 西部空間還有兩個拳頭超過了 然後呢我待會呢會把這張座椅固定的 從另一邊上來到它的後面 看一下後面西部空間還剩多少 在第三排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的西部位置 西部的位置剛好就是一個拳頭 多一個指頭 如果您是練武的人的話 你有砂鍋斑大的拳頭的話 剛好就是塞滿就是一個拳頭 看一下大腿 這個坐墊呢 當然啦就是沒有辦法支撐到你整隻大腿 它有滿空的地方 然後支撐比較短一些 另外呢就看頭部 頭部這邊呢 可以看到我的頸部的位置 剛好就是它頭枕的高度 然後它沒有辦法直接拖到你的後腦勺 所以呢 整個第三排後面空間這個位置呢 應該就是適合160公分以下 我覺得的話大概就是小學畢業以前 大概150幾公分的 這樣子的身高的朋友 坐在後面才會比較適合 不然的話 這後面大概就是偶爾短距離出遊 如果說你要從台北到屏東 這麼遠長途或是環島的話 後面這個位置給像170公分 我這樣子 這種身高的人呢 坐起來的話 長途都會覺得比較疲累 那比較好的地方就是 第二排 第三排 它都有一個後座的冷氣出風口很棒 好左右兩邊都有置杯格 有置物格都在旁邊 這也是很棒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呢 整個的MTurbo EcoHybrid的車型 從前面到後面 如果說是坐六個人的話 事實上都是蠻舒服的 今天我們終於把 Last Gen MTurbo EcoHybrid的車型 它第三排給搞清楚了 那大三排跟小三排 到底差在哪裡呢 其實不是差在第二排 差在第三排 我們今天的車款 還有上個月試駕的 去年移成試駕的車型呢 都是領客貨車的排 所以呢 它的版本都是小三排 就是你今天看到的第三排的相貌 那現在看一下畫面 這個呢就是領客車牌的第三排 這個叫大三排 所以你在Last Gen展 今天看到的 都是今天我們這個車型的版本 它都是小三排 大三排 小三排 價格差了16萬 所以呢 這個領客貨車的版本 頂級的版本 它的價錢是113.9 這是最大的差別 那我們介紹完了 如果說各位朋友呢 對這台車還有更多的疑問 或想知道什麼問題的話呢 可以參考購物車 不是 可以在我們的YouTube底下留言 或是到我們官網底下留言給我 我是廖剛 我們下次見